而这次还会不会再发生冲突呢 我们看到的是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 前年在台南被推倒受伤之后 隔了两年又再度来台湾了 结果呢又碰到了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的抗议 会不会吓到张明清笑说他不至于那么脆弱吧 不过这次在台湾呢最难会走到哪里 会叫带台南去吗 张明清的回答是上次去过的地方 这次就不见得要再去了吧 是隔两年再度来台 张明清台上坐台下又有动静 小方似乎早有准备 海报还没亮相连人带指请出场外 来抗议的动作熟练换上竞选背心 我今天来到这里 替我的大哥王定宇讨个公道 也是替所有的台湾人民讨个公道 只要共匪来了 我们就要抗议 我们就要打控肥 话说完还不肯走 非得把纸条贴在待会大合照 张明清的座位上才罢休 校方承诺我不会死 那我们所有台湾的媒体共同来监督 外头那轰轰 里头张明清看来老神在在 想办法抗议有被吓到吗 这怎么会吓到 为什么不至于那么脆弱是吧 因为三次来的抗议那更厉害 有机会还会离台南吗 目前现在没有规划 我想以后还有也有这样的规划 不但不怕抗议下回安排好 还愿意再到南部走走 只是接下来的合照时间 莫非真要出现尴尬场面吗 原来学校脑筋动得快 老师们可没骗人哦 直条眉撕下来只是换了张影子 也难怪张明清照相依旧笑呵呵 中天新闻郭先生 李洛梅 台北报导